再来看看今天的联合报焦点 台中的一名疑似被两名男性歹徒挟持的女性 她们从星光三月移动到佛甲商圈 并且刷卡买了将近20万的金饰 不过奇怪的是星光三月人这么的多 而且整个作案时间又长达了有一个小时 这整段期间里面歹徒她是没有蒙面 也没有戴手套 好像不怕被拍到脸 也不怕留下作案的指纹一样 大大方方的就像犯案了 而且歹徒她不只是全程没有使用凶器 银行的银楼业者还说 歹徒跟狐姓女子受害女子 她们在银楼的时候 狐姓女子还跟歹徒是有说有笑 那这是被害人为了自保演的一场戏 还是说什么利用引擎呢 警方正在追查 全都跟她交出生贷 因为她身上没有什么钱 用她的信用卡到银楼来刷卡 来换取那个金饰 这个过程是有拉扯的冲突吗 完全都没有 完全没有 从监视器的过程里面 完全都没有拉扯的冲突 所以发生不忍了 之后 收完卡之后 马上就向我们警察去报案 报完之后呢 我们立即调研的星光声音相关的监视器 我们现在也锁定了相关的对象 直接来查评当中 那么一个字幕后就来说 那现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 可以责同 那我们先说 散工声音动 做绍则 接着 这也有点